欧文复出救主,逆转28分,哈登杜兰特舒服了,史蒂芬森一脸不甘心 北京时间1月6日,今天欧文迎来复出,篮网三巨头首次合体 面对遭遇五连败的步行者也是险些翻船 史蒂芬森单节轰下20分,率队一度领先20分 然而欧文复出救主,莫杰独坎十分带队逆转 最终篮网129比121战胜步行者,足足逆转28分 哈登和杜兰特也舒服了,欧文回归让球队快攻效率更上一层楼 反观史蒂芬森一脸不甘心,三巨头搞砸了自己的表现秀 先看数据,篮网杜兰特39分8板7柱,欧文22分4柱 哈登18分5板6柱,本布里12分,阿德13分 步行者方面,史蒂芬森30分5柱,萨伯尼斯32分12板10柱 特纳14分,塞克斯18分5柱攻 第一节开打,两队并没有僵持几分钟 杜兰特和塞克斯展开对轰,哈登里突外头连拿4分 随着史蒂芬森替补登场,比赛节奏彻底倒向步行者 单节命中刺激3分,轰下20分率队领先 好在杜兰特联手阿德疯狂追分 首捷打完步行者37比32领先篮网 第二季继续,欧文突然爆发,首捷三中零没有得分 看来是憋坏了,进攻端连拿8分率队追上比分 史蒂芬森外线再中3分,塞克斯3分续上火力 分差一度来到两位数,杜兰特撑起球队进攻 却挡不住塞克斯等人的3分轰炸 上半场打完步行者73比60领先篮网 下半场开打,步行者火力不减 史蒂芬森联手,萨伯尼斯内外结合不断杀伤 哈登强突回进2-1,本部里成为骑兵 连续空切打进,杜兰特和哈登顶住进攻压力 米尔斯3分续命,萨伯尼斯篮下,回进2-1 欧文重新登场,攻防两端接连立功 抢断封盖样样精通,率队回进13-3高潮 三节打完步行者101比94,领先篮网 第四节决战,米尔斯3分再中 欧文组织进攻率队打出13比5反超比分 个人进攻端也有不错表现 单节轰下,十分扩大优势 眼看优势被逆转,史蒂芬森暴扣,宣泄不满 无奈杜兰特中头打进,欧文策动快攻反击再次杀伤 本部里送出关键封盖,杜兰特最后罚球直接杀死了比赛 最终篮网逆转步行者拿走胜利 步行者凭借史蒂芬森的爆炸表现,一度领先20分 但关键时刻缺少核心的老毛病,又犯了 欧文末节发力率队逆转,当然也离不开杜兰特和哈登的火力支持 看到欧文缺席这么久,状态依旧火热 杜兰特和哈登也舒服了 完整阵容的篮网依旧是夺冠热门 反倒是史蒂芬森不甘心输掉这场大比分领先的比赛